嘿,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令费斯尔难忘对局当中 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了一盘发生在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一场较量 费斯尔这次一如既往的下了个白棋 直黑棋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就是这位瓦西里斯梅斯洛夫 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七位世界冠军 之前其实也分析过他的对局 这位斯梅斯洛夫事实上是一位歌唱家 他本来是想打算成为一名歌手的 但是后来觉得不不不,我们还是下棋 结果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七位世界冠军 那么所以说跟上一期的尤伟博士也是大同小异 那么这番对局是发生在1965年 那么当时费斯尔直白棋率先不必多言 那么黑棋当时斯梅斯洛夫走了一部E5 那么接下来马F3,马C6 向到B5,那么走出了一个Rui Lopez 就是Spanish opening,西班牙开局 接下来这个黑棋A6走了一个Morphe Defense 墨菲防御 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费斯尔向A4 然后马F6,D3,D6,C3,向E7,马BD2 接下来王居一位之后 这个地方费斯尔走了一部马多F1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可能这个王居一位走的人更加多一些 那么费斯尔可能觉得这个中心还是比较稳健 所以说不着急异位,走了一部这个马到F1 将来可能马G3,马G3,马E3之类的 那么接下来黑棋斯梅斯洛夫走了一部这个B5 向B3,接下来直接D5 因为这个毕竟白王还在中间嘛 所以直接在中心发动这个进攻 那费斯尔走了一部这个后到一尔 防止这个后的交换 因为现在如果你这个兵交换 交换交换的话就不存在一个对后 所以先走了一部后到一尔 那么一个交换之后 那么然后黑棋斯梅斯洛夫走了一部向到一流 去兑换掉你这样一个具有战术性的白格像 费斯尔直接一个交换之后 给黑棋制造了一个微弱的这个局面的弱点 这个一流兵将来说不定可以进攻 但事实上这个地方的残局当中 当然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局面的弱点 那中局的时候就很难说 中局的时候一方面 毕竟打开了黑棋有这样一定的补偿 它有这样一个半开放的F线 并且这个一流兵它控制了D5跟F5的格子 将来可以限制你这个马的活动 你这个马跳出来之后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F5的地方 控制住你这个F5的格子 所以我们来看下接下来怎么发展 费斯尔当然 这个马到G3准备 王居一尾 后D7 王居一尾 居D8 GAD8 控制这个D线 那么接下来这个费斯尔走了一步A4 那么直接打算在后翼发动这个突破 破坏他这个后翼兵的结果 进来进攻这个B5兵 那么黑棋斯美斯鲁夫后到D3 去跟白棋进行对后 并且保护这个B5的兵 费斯尔一个稳健的交换 再一个稳健的交换 走了一步G到A6 把G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进攻这个马 进攻这个马 进攻这个潜在进攻这个E6的兵 而且这个局面之下 事实上你会发现 黑棋也并没有太多棋可以走 因为白棋进攻你这个C6的马 但是呢 你这C6的马保护着这个E5的兵 这个E5兵还进攻 所以你这个马还不能乱走 马走不开 所以说当实战对局当中 被迫走了一步G到D6去保护这个马 然后在这个局面之下 当时费斯尔走了一步 这个王到H1 走了这样一步G 王到H1 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王到H1是在干嘛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点错了 不是点错 他是不是这个移错了 对吧 这个局面之下 就是这个局面之下 白棋不应该 向E3向C5 这是最自然的想法 对吧 向E3正常出紫 你把最后一个亲子出出来 向E3了 接下来威胁向到C5 捉这个G 这个G的位置非常不理想 捉这个G之后了 接下来威胁吃这个马 对吧 这才是白棋最自然的想法 向E3才是看起来最佳的走法 那么难道说费斯尔没有看到这部棋 费斯尔没有看到这部棋 而看到了这部棋 那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费斯尔肯定看到这部棋 但事实上他看到了更多 他看到了黑棋 他可能还有一个 马到D4的这么一个想法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战术 马到D4之后 接下来先手捉你的G 对吧 如果你吃他的G 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先手的 这个马之F3的将军 先手将军 所以你被迫吃他这个马 然后 接下来再吃掉你这个G 那么这是一个费斯尔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所以说事实上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马到D4的这样一部先手 这是白棋不愿意看到 当然如果你吃他马的话 他当然吃你的G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他不愿意就是给给黑棋这样一个先手的将军 所以说在这个向刀E3之前先走了一部这个王道H1 那么然后接下来这个黑棋斯米苏洛夫的马到D7 这是属于非常防患于未然的E5 就接下来这个马到D7之后 保护这个加强对这个E5兵的保护 将来这个马就可以溜走 并且这个马还控制着这个C5的格子 所以马到D7 那么当时费斯尔接下来的正常数字向到E3 那么接下来黑棋斯米苏洛夫走了一部G到D吧 在D线上进行谍局 那么费斯尔当时走了一部H3 开个窗户透透气 防止被闷杀 那么H6控制一下这个G5的格子 然后费斯尔在A线上进行谍局GFA1 黑棋走了一部这个马DB8 那么打开这样一个D线 然后先手捉一下这个A6G GA8之后然后GD1将军 往H2一个稳健的交换 然后马到D7 那么整盘对局就逐渐开始进入到一个中残局的阶段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 在这种局面之下呢 首先你这个杀王是不太可能 你看这个子力有限 那么双方在这个局面之下 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 把自己的子力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子力的调动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费射尔是如何一步步的优化自己的局面 首先费射尔这个地方走了由Bs 因为接下来就可能黑起他威胁走这个Bs 而且白起走Bs之后可以限制住对方这些子力的活动 那么接下来这个黑起斯梅斯洛夫走了一步这个王到F7 那么因为这个局面 在中残局往残局过渡的时候 逐渐的把这个王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在残局当中这个王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费射尔这个马到F1 这个马果然还是要跳到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这个马在这个G3的位置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这个马到F1之后接下来说不定可以这个跳到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那么在这个费射尔走完这个马到F1之后呢 这个黑起斯梅斯洛夫他也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潜在的战术 他走了一步这个向到D6 瞄准对方的王 然后接下来可能说不定将来会有这个马到D4的想法 所以说当时费射尔很快也走了一步这个G3 切断这样的形成 那么黑起当时走了一步马到F6 我们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然后进攻这个E4的兵 那么费射尔当然了这个马 马1第2保护一下 然后斯梅斯洛夫王到17 其实这个局面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这个挪动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费射尔继续走了一步这个G到A6 把G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先守住在对方的马 黑起马到B8 但事实上这个地方如果黑起走一步这个王到D7也是完全可以 这个地方实战队局当中走了一步这个马到B8 把这个G给赶走 那么G到A5捉一下这个B5的兵C6 然后这个局面之下费射尔继续了一步王到G 就是很困难这个局面非常困难 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可以进攻的目标 然后只能一步步的优化自己这个子力的位置 接下来黑起继续这个马BD7 王到F1 去到C8 马到E 那么想要继续把这个马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这个地方可能马到D3是一个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比这个F3更加积极一些 因为马到D3的话一方面可以继续对这个E5的兵施加压力 那另一方面的话可以控制住这个C5的格子 防止他接下来这个兵的突破 那么黑起当时继续走了一步这个马到E8 那也当然也是调整位置 马到D3 马到C7 那么F1率先先发动一个兵的突破 那么在B是C4 马是C4之后 那么当然接下来白起威胁的这个白起吃这个E5的兵 进攻三次 所以黑起走了一步这个马到B5 切断这个G对E5的进攻 F1G到A6 然后黑起往到F6 那么比较僵持的一个局面 但是F1他还是找到了一些想法 向到C1 那么打算把这个黑格像放到 这样子的一个斜线上去 那么然后当时黑起 斯梅斯多罗夫走了一步向到B8 把箱退回去 防止防止对方的这样一个威胁 并且这个向始终可以保护这个E5的兵 F1走了一步向到B2 那么然而这个局面之下 当时黑起斯梅斯多罗夫走了一步不太精确的一步棋 走了一步C5 走了这样一步C5 那么C5的话看上去比较合理啊 因为毕竟C兵比较弱嘛 黑起的这个C兵比较弱受到进攻 消除掉这样一个兵跟白起进行兑换 把白起后裔这个兵兑换掉了 然后将来寻求一个合起之类 但是呢这个局面之下 在这个C5之后 就让白起从这个威弱的局面优势 一下子就转换成了一个战术性的优势 这个地方白起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战术 那么费斯奥非常精准的走出了这一步这个马刀B6 马刀B6这步棋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因为马刀B6就先手捉你这个D7的马 他是一个先手将军 而且与此同时又威胁吃你这个C5的兵 所以说黑起当时一个稳健的 这个地方不能说是稳健的交换 这第一钢非常危险的交换 非常铤而走行的交换之后 你会发现白起他接下来 仍然威胁吃你这个B5的马 然后你这个地方就 事实上这个地方黑起也并没有什么棋可以走 对吧 还接下来威胁吃你这个兵吃你这个马 黑起这个地方走了一个反战术 C4 那么然而事实上这个地方 费斯奥再一次非常精准的走出了这一步这个马刀C5 这棋走得非常非常精确 马刀C5之后 一方面解决到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他这个地方白起威胁的桌霜 白起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个桌霜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之下 黑起这个四面四路 这个四面四路这个地方还走了一步C3 他最后走了一步C3 然后认输了 就是吓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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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然后认输了 走完C3之后事实上没有什么任何的用处 白起这条非常简单的走一步向到C1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白起他仍然桌霜 他是一个桌霜 因为这个地方在鞠齿必拔之后 如果黑起鞠齿必拔的话 白起有这一步马刀D7的桌霜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起他没有任何办法去保护这两个 这两个同时保护这两个子 所以这个局面之下全场第44步 不全场第43步 走完这一步C3之后 吓唬完这个配事 SUH 赶紧就应用认输了 独王 Seo 还是希望大家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这样一盘令配事难忘的对局 那么另外我还是感谢一下上个月月底 S Y G G H B R 以及本周的骑虎南下一万 欢乐玛零一一三 即广怂私欧 给我提供的充电支持 乃是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依然来日方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